这段视频是发生在4月1日下午4点30分 大约30名恐怖的军方士兵乘坐军车抵达斯改省的 摩勒道军方的大本营的时候 当地的PDF制制了7枚制制的导弹 其中5枚击中了营地 PDF毫发无损的最后安全的撤离 这是今天4月2日清晨5点53分左右 石改省的蒙玉瓦在军方的庙瓦底银行的门口的一个掩体内 当地的人民国防军向当场打死了4名士兵 这次袭击是由蒙玉瓦第22营和蒙玉瓦镇的公安组织联合实施的 又一名PDF战施壮烈的牺牲了 人民国防军PDF对他以比较高的规格 这是在克伦尼邦对这名革命烈士进行缅怀 这就是PDF对待自己的战士的态度 这是另一组照片 我们还原一下PDF战士在战场上吃的是什么 这背后的照片就是在3月30日 军方烧毁了青帮南部马图皮乡的格纳村的石检房屋 造成了村民的大量逃离当地 就在2022年军方残忍的杀害了当地的7名村民 然后就把他们的尸体扔进了灌木丛中 所以青帮当地的人民一看军方来了 那就赶紧去逃跑 鬼子进村了 这是在斯盖的格雷密尔 因为军方还是在袭击当地这些民众 所以民众不堪骚扰纷纷逃离当地 积极乐观的PDF战士 这是克鲁尼帮的人民国防军战士又唱起来 这是他们对未来暴雨巨大的希望 此时此刻才能去唱出这样的革命歌曲 这就是这些青年的态度 又在逃离家园 这就是缅甸内战之后 搞得民不聊生 这应该是克伦尼帮 这些民众逃离在山区 因为鬼子进村了 缅甸军人来了 赶快跑 他们对自己人下手太狠了 这就是缅甸军人不得人心 怎么看 他们也坚持不了太久了 所以民众现在还是要接受一些苦 才能迎来未来的和平的环境 我们看一下这些视频 这些民众的真实的一个场景 大军又在起来的 集结啊 缅甸人民国防军 PDF是人越打越多 越打越专业 这些年轻人啊 通过是学生工人啊 农民 来自于缅甸的各地区啊 经过这两年的锻炼 都是成了老战士 这些还能穿着军鞋 我们看到很多那种部队都是穿着脱鞋 人字脱就打仗了 这支部队看起来他们的装备还是比较精凉啊 也都是还能有鞋穿啊 这些人迈着矫健的步伐也是越打越自信啊 这对缅甸军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啊 但对缅甸人民来说你看暂时又笑起来了 这是另一支队伍 大军又在集结 也是 因为最近这些视频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 以前没有这么多视频 看到他们的编号应该是克伦邦 克伦邦的人民国防军 最近缅甸人民国防军的武器更新速度非常快 我们能赶到更多的这些照片和视频出来 包括对地空导弹啊 打飞机的这些武器 也是越来越多的部署到了各个地方 所以军方的空袭也是越来越弱啊 但是人民国防军的无人机编队 也是大显身为啊 这是另一组的无人机编队 在现场演示啊 你说他们也不避讳啊 哈哈哈哈 你说军人看了这个视频是啥感觉啊 他们用什么看呢 哎呀 很多朋友开玩笑啊 他们是用手机看 用电脑看 不管怎么看 他们看起来的心情五味扎平啊 这位帅小伙是缅甸的军人啊 今年4月13号的泼水节 缅甸的新年 他是过不了了 就在昨天4月2日的下午2点 在缅甸的珍珠乡诺凯村附近 他被PDF暂时给打死了 他是刚刚从3月份从少校军衔 继承为上校军衔 上升的还是很快 但是人已经走了 在3月期间 至少军方9名少校之上校军官被打死了 这一组高清的人民国防军 应该是克伦尼人民国防军的战时的照片 我们感受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真实的状况 这是又一组啊 逃离家园的人民的照片啊 军人的过来之后 他们就赶紧逃离 这是另一组的解放区的人民 他们在游行示威 反抗军人的暴政 发出人民的声音啊 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家园 被军人烧毁之后的一个惨状 感受一下军人的道貌岸然啊 他们的残忍 就算他们怎么做 人民都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抵抗 这就是缅甸民众的态度 缅甸养光啊 昔日的国际化都市 现在每天供电只有三个小时啊 这是在市区啊 接下来缅甸真的就是缅甸了 4月1日开始啊 全市加油站开始抢油啊 因为缅甸军方没有外汇 无法进口石油 好像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有这样的处境啊 仰光目前来说 是军方控制的最严的一个地方 但是民生已糟糕成这个模样啊 别的地方的人民更是水深火热之中 可恶的军人集团 为自己的一己吃力 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 祸害成这个鬼样子啊 仰光的物价水涨船高 大商场连电梯都是指下不上了 空调开一下就关了 民众也没有工作 没有消费能力 上穿下跳的都是军方利益相关者 盼望缅甸人民早日脱离苦海啊 下一起事件 仰光是明格拉洞空军司令部装备部的副部长 宗孝敏威 31日中午12点35分 在仰光的北德宫34街区 他的家门口被仰光的游击队八枪毙命 当时宗孝敏威开车回家 车上有他的妻子与女儿 车到门口后 他的妻儿先下车开院门 等候多时的游击队员 向车内的宗孝开了八枪啊 将妻打死 他的妻子和女儿毫发未伤 但是军人怕动摇军心 马上播报宗孝妻子 宗孝军官 现在林业部担任某部门副经理被打伤 还展示了手臂包扎的照片 说谎诚信的缅甸军人 连死都不愿意承认啊 造假也会 造假那还用说吗 那让宗孝出来走两步 走两步 大家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但是我们知道 这位宗孝永远的不会再出来走路了 也不会再说话 下一期时间 马归市的港果地区的港果警察局 31日恐怖的军方与警察 共同驻扎的警察局 遭到PDF的攻击 然后被收复 打死了军警45人 10多人受重伤 PDF两名战事阵亡 一战事脚还被炸断 9名战事受伤 今天统计组织AABB公布了昨天恐怖军方被打死了108人 实际死亡的数字可能会更多呀 我们也看到最近的战斗 军方的领导上校少校死亡的也越来越多 这些前线指挥官做了炮灰啊 而这些大领导 这些将军们都是胆小鬼怕死鬼啊 绝不会上前线 等待将军们开始的死亡 说明战争已经打到了军人的老巢啊 恐怖团伙的长生之地 也就是他们最后的葬身之地 所以未来的仰光 内比都越来越危险啊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继续的点赞评论转发 让更多的人了解缅甸的真相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